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条区域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浮动 这样它就变成浮动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屏幕的任何区域 它也不影响整个视图的布局 如果我们把它想放在另一侧 可以把它放在左面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使左手式鼠标的读者用起来比较方便 当然我们还可以右键继续将它浮动 这是工具栏浮动了 那么我们把工具栏先给它回到默认的位置 停靠到顶 OK 然后右键点击工具面板 这个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浮动 它又出来了 OK 好 这就是我们之前的解决方案 那么当然了 这个面板我们还可以用快捷接来控制它 打开和关闭 我们知道在Max中很多的这个模块都有快捷键来控制 但是呢 这个命令面板它默认没有快捷键控制它的打开和隐藏 我们点击自建议 自建议用户界面 OK 打开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默认快捷键键盘 在这里呢 我们找到这个命令面板的显示和隐藏的相对应项目 然后给它指定快捷键就可以了 默认它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下 那么来看看这个项目到底在哪 首先呢 我们现在顶部的这个位置 找到All commands 我们找到Tools 工具 OK 找到工具之后 我们向下拉这个面板 注意看这里有没有 注意在显示这个位置 有一个叫做显示命令面板切换 打开它没有快捷键 我们点这个项目之后 在热键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指定Ctrl A 但注意Ctrl A已经指定给全选了 Shift A 它指定给快速对齐了 Out A 它指定给对齐了 那我们Ctrl Shift加A 打开这个就没指定了 我们点击指定 可以看到这个命令的后面这个位置 有一个Ctrl Shift加A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保存 或者将它写入到键盘表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效果 我们先把它先关掉 然后我们Ctrl X 切换到专家模式 如果我们想让快捷面板出来 就是命令面板 Ctrl Shift加A 大开出来了 再打关闭 开开关闭 但是这四个视图的分布发生了变化 我们怎么能让它出来 关闭的时候 这个命令面板 它不影响到这个视图的分布呢 那我们现在可以Ctrl Shift加A 然后我们将它右键选择浮动 这样的话 我们就Ctrl Shift加A 关闭打开 关闭打开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在Max 2021版本中呢 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更方便的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Ctrl Shift加A 右键 我们停靠到右侧 然后我们来右键 选择最小化 大概最小化是什么意思 大概这里有个134 点完之后呢 它没有任何效果 我们现在把鼠标放在这 大家看命令面板弹出来了 这回呢 这个命令面板的字就出来了 不是134了 挪开 它又没了 放在这又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物体之后 发现它的修改项目不够 我们把它放到两极 两层的命令面板 我们看看这样还好不好用 把它放这边 大家看又回来了 放到这 又打开 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控制项目 OK 所以它支持你拽多个 我们再拽一层看看 放这 拿回来 大家看 而且不会影响到当前场景中的这个视图的分布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新增功能 我们先讲到回来 放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是写着命令面板的 这就是关于2011中的命令面板的显示和隐藏 它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操作方法不仅针对于命令面板有用 我们来看一下在2011中新增的一个工具 试口画布 viewport canvas 我们看点一下它有个省略号 我们打开 打开 这个东西在这 它类似于一款平面的处理软件 平面绘图软件 针对于三维的模型进行绘图的 比如说bodypaint deapaint以前的max中的这些绘图的插件 当然它还有层的概念 那么有点类似于photoshop 那么我们在绘制游戏的一些贴图的时候 这个东西非常常用 我们可以点到它的蓝色的标题栏 右键停靠到左面 大家看这样的话 它就在左面了 但是它不可能像这个命令面板这样 出现这种情况 它很没有这个项目 没有这个项目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想让它在这 按住鼠标把它拽出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可以放到这 但是它要像命令面板这样 产生直接弹开的效果 这个它不能 但这样的话 我们也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小的功能了 放在这 控制起来也很方便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脱离bodypaint 或者deeppaint了 如果大家以前用过deeppaint 或者bodypaint的话 那么在使用这个视图画布的话 也就非常的方便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2011中对命令面板 或者是对一些新增项目的一些视图的控制 还是非常方便的 OK 这个视频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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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